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美国其实基本上已经非常自由 恢复到以前所谓的病毒共存 从2019年到武汉发生这个所谓新冠肺炎 到现在为止将近过三年时间 纽约时报也提到最近提到有关于李文亮 这我想我们在中国研究里面讨论很多次 这个盛平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是不是在北京二十大快结束了 快开始快召开了 中国整个东代新年习近平是不是会做适度的松绑 相信会 我一直跟育文在这场有分歧 育文认为很久 我觉得他会 其实我觉得五月份那次他就差一点 但他三月十七号讲了就是最小的代价 最大的防御的效果 他当时其实已经在想要停了 结果上海一出事又下回去了 这就习得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一种风格 就像他刚上台的时候讲了宪政 结果一闹 左派右派闹起来了 宪政到底什么 他又说回去了 他很多事就是 相当犹豫不决 比如说病毒问题上躺平和清零 美国问题上存到扬镳 还是东升西降 在资本问题上到底要扶植还是要打压等等 他很多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清零这个事在国内 因为他确实是这么多就下来了 他死亡率确实很低 而且西方现在基本上全部开放了 就即使在这个压力下面 他都会这样做 现在我们也看到国内这方面放得越来越松 很多地方基本上已经放开了 所以我想20大应该是个转折点 就逼着他要下决心了 很多事 习的性格他是喜欢不战而屈人之兵 或者叫做呢 就是用他的话叫做既要又要 当然你在能做到的情况挺好的 既要又要的不是很好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 鱼和熊掌 他不是说你都可以要的 他必须要做个决定 就是在压力下他应该做出决定 这个决定应该在20大 不光是这个病毒的问题 其他问题也可以看出一个增长来了 犹豫了这么久 也该是个做决定的时候 因为你看吧 大概20大之后就会结束清零 不会拖到农历年或者是明年三月 人大来会 对这一点我还是有点不太同意 这个市民的看法 我们是我们是要看 不要看西 或者看他想什么 或者他说什么 看这个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看到20大之前 现在风控的越来越严了 一个地方出上只要 出在一律病例的话 也就是全是风控了 我之后也说过就是说 20大之后可能会放开来 20大之后 但是说20大开完就马上就会放开来 我觉得不会 他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他可能会局部的会放松一点 会比现在二十大之前 这种严控会放松一点 但是说你要他说马上我们不是说川普取了这个清零 就是说放松实际的控制 就是说口都放得很大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不大 他会慢慢的慢慢的放放一点 慢慢的放一点 那么到比如到年底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训练不完全就是不算不放置 但是实际上是会等于算不放置的到年底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有有可能不排除有不排除会这么做 但是二十大开完之后的就是说就二十大上就算不放个发现到习近平的政治报告里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这个要要要放个这个放开清零 我觉得我我我认为是不大可能去上这种事情 我我最近看到这个张文宏写的东西包括胡锡进写东西基本上是从放的方面走 我觉得如果他要又来一个既放又放的话呢就等于是不放 其实现在说到底呢就是这个死人多少的问题 中国每年要死800多万人出掉非正常死亡正常死亡的大概700万左右 其实新冠死的人按照美国西方现在的统计香港的统计新冠死的人其实他90%以上嘛 具体数字我没有就属于那种本来就要死亡的人就是正常死亡的人 只不过呢由于感染了新冠他本来是要死于其他的病的心脏病或者器官衰竭 现在呢通通过于新冠了 实际上这样他的绝对增加的死亡人数相当的少 所以这个数字 再加上呢现在有没有新的病毒的变种出现就形势所迫应该是会放开 而且会比较快我觉得 我觉得呢三个可能性啊 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习另有测算他非常理性 因为呢这个病是来自于中国他知道这个病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病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这种冠状病毒的这种呼吸道 他已经是一般那个时候当年就消退了第二年就基本上就跟连流感都赶不上了就没什么症状 这个据说这个第一次的新冠病毒也还在活着 那么那么现在呢假如他另外侧头这个病毒最多 因为这个病毒有个特点说他这个突变的那个突啊非常多 这个他是不是在想如果假如这个病毒突然又会有一次更严重的毒性比较大的 那全世界就惨了那现在又证明他就是真的是伟大领袖 证明他实际上慧远足迹但马上带这个阴谋论那是不是他造出来的 这个呢我不评论了就为这个可能性呢我们放一边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习封掉了 就是习呢他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这种就这个伟大领袖这种称号 应该过去呢盛平姐姐们也讲过 他不自己嫁不适当的嫁在那个高的位置上他下不来了 他是不是以后他比较强 他也不想下来 这样就会让他付出很大的这种声誉 中国当然付出很大的这种经济啊各个方面有民生的代价 那么这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如果都撇开不谈的话 按照盛平和郁文的一个假定说习还是理性的 那么还是理性呢他现在放不放 那郁文的可能更多看法就是呢 这个不是一个学术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个他在政治上的算计 他肯定现在至少二大前不会放 二大以后呢也不会马上放 那盛平其实他俩说的不矛盾 那盛平说他一定能放 而且现在从专家讨论空间来看呢 既然让讨论了不像前一段时间 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不让讨论的话 说明呢现在这个当局也在犹豫不决 在这个时候是有可能放的 因为他会变理性 我的看法如果这种情况呢 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呢习怎么放开 他必须得放 他怎么放开的 你知道他有这种minimum的 这种reasing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 timing就是郁文提出来 什么时候放 那我觉得呢习很可能采取软招录的方式 他不会采取 比如说他会做一个说 我们在新冠的抗疫中 我们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记录 他确实可以说对吧 把死亡人数啊 冠病人数拿出来 我们好 对对对 好他这个然后就宣布呢 这个他 而且这个要早于明年 这个春夏之交 世界卫生组 宣布大流行结束 因为世界上 70多个国家已经宣布结束了 对吧 那么他要早于这个时间 到那个时间 他就太被动了 那就是说可能就是在 人大开会之后 这个他可能就要开始 但这个一定是软招录 第二呢 他仍然会对新冠病毒 拿出一个大的架势 好像我们还很认真 还在对付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出 他现在就在寻求软招录 因为像从14加7转到了什么 就是不断的缩短 再一个你看力度增加了 但实际上他在这个 时空的这个范围呢 越来越缩小 这样我觉得他会采取这个方式 第二呢 排名上来说 其实我觉得玉尔讲的 二大之前不能翻开 有很多政治考虑 我也这么认为 二大之前 他可能甚至会加大这个力度 而且这里有其他 一些政治算计在里面 二大之后呢 我刚才讲的说 二大之后其实不光这个 基金格的说法 说中美关系啊 经济可能都会 他要做一个妥协和放开 那要是这样 特别全国人大之后 那他当然 新冠那个也这样做 这样就可能 你知道咱们中国 这个中国这块 有时候包括老外 和中国打交道 旺性很大的 只要他一走出这一半 大干的赞哥呀 什么都又都来了 这个那么 所以我觉得 他会挑一个 比较好的时候 来做这个 这个事可能就在 世界 是卫生组织宣布 大流行结束之前 然后在明年人大之后 他的整个二十大的 这个都布局都 他觉得初步完成之后 这个防治的错乱 让美国现在还在 这个继续的受到这个伤害 美国死了这么多人 这个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时候 是非常的痛心 但是美国的科技的力量 科学创新的力量 表现了去 他还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力量 但是中国没有能够及时 净好这个非裔的疫苗 或者类似的疫苗 给这个中国的老人 我觉得这是中国 没有真正像他讲的那样 把人民的生命放在这个前面 而是把国家的面子放在前面 他们在等待自己的疫苗产生 而不希望自己的命运 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这种逻辑是真的是 没有把人的生命当回事 所以也就是造成 中国的现在这个清零到现在为止 还延耗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美国呢 这个总统 现在的总统也不负责任 就是宣布了这个疫情的接触 其实这个权力不是给总统的 这个权力是给公共卫生机构的 因为他们则有真正的专业的能力 去进行评估 现在美国每一天还死 这个三四百人 总统就贸然宣布 就像当年的这个川普 想贸然宣布这个疫苗一样的 都是想在老百姓里面 进行这个讨好 这也是民主社会里面的一个 一个特征 但是我们站在 这个尊重专业的角度来讲 这个不应该是总统的这个权力 总统不能滥用权力来误导大家 那么中国的这个疫情 到了一种 你再不进行开放 人要变疯了 经济会真的是要难以 复苏 难以恢复 不是说你经济你突然说我开放了 马上就回来 很多的经济的创伤已经是回不来 已经回不来了 这个创伤后遗症是相当的这个严重 然后对这种粗暴的这种监控式的这个清零 对人们对中国的未来也有很多的担忧 中国是不是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前面被监控的一种时代 这种粗暴的这个政策 是不是未来会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长探 总之吧 这一次的这个疫情给全世界每一个政府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体制的政府 都提供了一些考验 那么这个中国和美国 你一个意义来讲 都不能说是做得很好的 那么但是你从具体来讲呢 就是二十大之后 更大幅度的开放 那是必然的 但是幅度开放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正式宣布这个清零结束 我觉得中国很有可能是比美国 或者比这个要更尊重 WHO的这么宣布决定 如果WHO不宣布说 我们这一场的大流行结束了 中国贸易宣布也是有一点点 这个 不太尊重专业 我觉得大家既然家喻了 这个WHO 就应该尊重 这样一个全世界大家尊重的 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系统的 他们的这个结论 而且根据之前的 谭德萨的这个讲话 也预示到了这个大流行 其实离正式的宣布的标准 已经不太远了 所以中国现在的香港 现在开放之后 局部开放之后 所谓叫零加三 对吧 情况呢 这个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也知道 新加坡 韩国 新西兰 他们在开放的时候 还是有所反弹 那中国的这个疫情 它确实令人担忧的地方 就是 它的疫苗的效果又多好 然后它这个老百姓和 身体有疾病的人 他们有多大能力 来抵抗这个开放之后的这种疫情 这也可能是中国的领导人 或者是中国的专家学者 他们所担忧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中国就是 很多中国人比较愤怒的就是 专家学者 他们的不同声音 被打压 那么这样的话 造成专家的学者的声音 也听不到 但是呢 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有时候的乱七八糟的声音 对老百姓的误导也很大 怎么在这个 让专家的声音表达出来 又不能够产生一种误导性的作用 其实也是一个 传播管理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一个课题 这一次的疫情 给人类留下了大大的教训 希望在明年三月份前号 中国能够和WHO 这样一个机构 差不多同时呢 能够正式宣布这个疫情的接触 而在三月份之前 中国会筹记得开放 除非是冬天的时候出现 非常大幅度的反弹 否则的话 中国的开放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不过这个 和平很多工卫专家都提掉了 未来类似像这种新冠的这种大流行 还会再来 所以其实很痛苦了 这次新冠已经三年了 我们希望早点结束 不过谈完这个 中国的知识解禁之后 谈谈这个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 现在美国情报单位最新的这个情报显示 乌克兰参与了这个俄罗斯普京的国士 杜金女儿的汽车爆炸案暗杀 那美国总统拜登也提到了 普京提到了这个用到核战术核武的这样的说法来 不是说说而已 可能会成真 因为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杜金女儿被暗杀 而且是乌克兰主导的 可能根据美国情报单位这样显示 你觉得普京下一步会怎么做 这个乌克兰暗杀这个杜金的女儿 我们讲之前这个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就已经这么说了 只不过是乌克兰方面否认 那么现在美国情报官员这么讲 就大概的应该可以可以这个坐实 是乌克兰干的 否则的话 因为这对乌克兰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如果不是你干的话 从乌克兰来看的话 他可能也有这种攻击 因为这个杀了这个杜金 他本来是杀杜金的 不小心杀到了杜金的女儿 这样的话 也有起到一种所谓的这样一个准事的 从乌克兰来讲 起到一个对俄罗斯其他的 比如讲专家学者也好 起到一个准事的作用 那基于这个事情 或者说现在的欧 欧局势是否会引发这个普京的这样一个 这用核武器的这样一个动向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应该来说还是不是太高 为什么 虽然俄罗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威吓 但是我想普京如果他没有封掉的话 他应该清楚动用核武器 哪怕就是动用战术核武器的一个后果 因为你一旦开了这样一个 发过了这个门款 不管是战术核武器还是战略核武器 你都是动用核武器 那会引起世界的极大的一个反弹 包括中国啊 包括印度啊 倒是你想给俄罗斯讲话都没法讲 没法讲你必须也拿个这样一个 到时候的话美国跟西方肯定会对俄罗斯 就是一个更深更严厉的这样一个制裁 甚至不排除这个极限出兵的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都都会有的 因为印度来讲 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我们讲这个普京这个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当然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这种这个区上 就是说万一就是欧洲的这个欧洲的这个俄罗斯打败 完完全全的打败 然后然后这个普京面临着这个这种下台的这样的威慎 这种可能是是否存在的 我认为就算是这种可能存在 大概也不大可能今年没出现 不过今年没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讲这个比如讲这个现在俄罗斯四个地方的话 完成了这样一个所有的落额的攻击 也已经成为俄罗斯的领主了 虽然是全世界都不承认他 那么俄罗斯做这一招的这个动作就明显就是说 这是我的领主如果你来攻打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会 我会动用一些什么这个黑武器 发展一些其他的一个手段就是反正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方面是也是在讨论 说讨论说土地会动用黑武器 讨论这个说法 另外就是说这可能是西方的一些 在这个进行一种对全世界的一种 所谓的这样一个威吓 在惩罚俄罗斯 俄罗斯方面也在讨论这种可能性 从目前的这样一个欧战单的这样一个区上来看 乌克兰要完全就是把这四个地方夺走 就是说穷身回复乌克兰 我觉得就是说至少是今年 今年之前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是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 那么到明年的时候 我们讲这个西方进一步的加强对 我觉得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两国之间的这个战争会 进行到激烈程度 叫你进行到什么程度是 那那可以到现在明年的战术再来 观察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这个就算是有 俄罗斯普京想共用黑武器的吧 今年的可能性我觉得是这个可能 是不是太大的 郡涛你觉得你觉得普京有没有不成功 变前任这种想法 我觉得现在普京并没有面临一个不成功 责任人的这么一个局面 就说刚才讲到我说杜金的女儿如果被杀 要什么使用后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大 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仇恨 我觉得想用暗杀的方式想阻吓民族主义者 这是一个我只会达到反的效果 所以如果杜金的被杀 因为杜金没被杀的女儿呢 替他被死之后呢 其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来只是一份这个兴奋剂 那对普京来说没有必要用这个方式去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还是有战场局是人民提出来 就是如果乌克兰的军队攻入到这个俄罗斯间已经宣布公投 属于俄罗斯的地方 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战术核武器 那当然军事专家也说如果做军事评估的话 实际上这个意义不大 为什么呢 就是战术核武器的影响的范围就是几公里十几公里 但是平方公里啊 但实际上现在俄乌战线太长 而且呢乌克兰的军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神出鬼没 对于他现在打的是机动战和运动战 俄罗斯的军队实际上现在是在战线上是固守 所以你用这样的武器 一次这么小范围实际上很难取得战场上能够达到他的预想效果 因为现在不是个攻击的 攻击你用这个武器你会摧毁你打 因为这个武器还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他在国际社会遭致的反弹 因为事实际上绝大国家是无核国家 尽管国际的援助组织 说实际上六分之一的国家都在有某种方式有无核武器 但是实际上基本上绝大多国家无核国家 无核国家现在绝大多数强烈的要求世界废核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实际上多数国家对着表示了谴责 很多国家首首两单并不是不谴责这件事 因为他们所有的主权国家关心自己主权领土 是出于一些实际的利益牵扯 不愿意加入到这点 这个去影响这些实际利益 认识还要在这种捞一把 因为俄罗斯在强大的西方制裁 可能会照顾一些其他 保持生意的伙伴 但是如果要是俄罗斯走向了 用核武器这一块 那可能就使得这些国家彻底得罪 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 这个太重要了 有核国家如果在一场战争用核武器 除了美国曾经在日本使用过之外的话 就是就在二战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没有 原因就是说呢 实际上搞核技术人都知道 人类的技术发展 就核武器的技术发展 使得我们离核战争越来越近 但事实上又是 我们的离核战争其实现在越来越远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所有拥有核的国家 它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 它都有一种基本的理性 就是说假如核战争造成这种后果 包括就是这个战术核武器 造成那种国际啊 国内的这种效果 还有战场上如果 这个达到的这种效果的话 实际上使得它觉得呢 这个核战术核武器使用 很难达到 它想在战争中达到的取胜的效果 这样的话 它就倾向于还是用常规战争方式 我也不认为呢 俄罗斯军队的军事行事 就是遭到了我们像一般的想象 因为战争在这个乌克兰人为主的地方之后呢 乌克兰的这个军队能得到大量的后援 一旦进入俄战区的时候 就俄罗斯人就原来传统的乌克兰土地 进入到现在俄罗斯人为主的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乌克兰军队打的并不成功 对吧 在俄战区它被那些民兵就给 还没有俄罗斯这么为军队参战 连民兵就把这个乌克兰的 把这个乌克兰军队给赶出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呢 其实一旦乌克兰军队进入俄战 会面临当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 所面临的情况 我们来看吧 我觉得反正战争中我的主意义 俄罗斯明明打的比俄罗斯正规军打的要好 这个声明你觉得呢 现在有没有可能爆发这个 上世纪40年代日本广岛长崎 还有古巴飞弹危机以来最大的军事冲突 我觉得现在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场核战争 超过了当时古巴危机 也超过了就是苏联69年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手术 其实核这个东西呢 人是想过很多次要用的 美国也想过 苏联也想过 这一次俄罗斯 他如果打赢了还好 在常规战争中 人类可以避免一个核战争 如果他输了 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会看到一场 这个核弹呢不会丢在英美 他会丢在某一个欧洲的一个无核国家 大概率的拨揽 就核这个东西啊 可以说是人类一直在享用 其实呢 当时造出这个东西来 爱因斯坦是出了很大的力 把弹真造出来的呢 他知道美国要用的时候 他是找了一群科学家 联名写信反对用 但杜鲁门很简单就把它说服了 美国在40年到45年 三次就是奔岛作战 塞班岛 硫磺岛 最后冲村岛 伤亡人数从1万增至最后 冲村岛8万人 那杜鲁门就给安闪算了个账 说你就看吧 但我知道你反对是人道的考虑吧 会是太多的人 他现在越接近日本领土 日本的抵抗越顽强 一个冲村岛 美军死上将近8万 7万5千多人 那如果要打本土的话 按照当时计算的话 美军三万要上百万 那日本更多 你不是要生命至上吗 人道主义吗 那也算没话可说 所以就说 苏联会不会 俄罗斯会不会用核武器这个事 就取决他的战场上 他打得好不好 顺不顺 甚至可以说 就是我们 带文言手听一点 他就是打赢了 他不是说败了 他都有可能用 你就看看美国吧 美国不就赢了也用吗 以后的减少伤亡 所以在今天情况下 可以说是非常接近 这个事实上懂得核的人 大概都有这个观点 你比如说米尔斯海默 上他的课 必须先学一些关于核武器的东西 基辛格的第一本书 最有影响的也是核武器外交 现在的马斯克也出来说了 马斯克前不久不是大家还说吗 俄罗斯要用核武器 我用新链把它全叫它倒回去 他现在怎么不说的呢 现在说的是 乌克兰应该公投 重新公投在那地方 你为了再往下就有核战的风险 就这些就是明白人 懂的人 你就想想美国他赢了都要用 输了会不用 所以这概率非常大 就至少比以前增长了 不知道多少 就是如果以前核战的可能性 只是1%的话 那现在俄乌冲突到现在 恐怕增长了几倍 甚至10倍 就10%甚至50% 你想一下比如说那个车臣那个总统 他把他三个儿子送上了战场 他现在就公开的在要求普京 使用原子弹 使用核武器 你想想 将心比心 如果你把你的儿子送上了这个战场 即使为了减少损失 就是你没打败 减少你的儿子的 这亡的这可能性你可能都会想用那个东西 一旦用了以后 什么西方又加紧制裁啊这些 都是人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局面 西方会怎么做 其他国家会怎么做 真的不知道 很可能就是 就是屈服了 你就算俄罗斯是个棍 没有乌克兰这个事 他现在穷得叮当响没饭吃了 他就跟西方下个最后通牒 一百亿美金 限时限刻拔到我账户上来 我没吃的了 否则我们就大家 一块毁灭 你说你送不送那个钱过去 你就把它比作一个恶贡 一个绑匪 你也得干 就对核的这个破坏能力 人们估计的是太低了 就像纽约这么大一个城市 不是像菌桃讲的就是多少平方 一个杀马特尔那种登机的 或者像俄罗斯曾经丢过的 那个杀黄炸弹那样的 一颗丢下来 整个纽约没有人会在 纽约的一千多万人 因为它的杀伤面积是 三千七百多万平方公里 纽约根本就没有那么那么大 整个纽约市区 所以所有的人气化 没有哪一个国家 现在有抵御这个的能力 所谓的双方确保摧毁恐怖平衡 这已经是几十年的事了 现在只有越来越确保 越来越平衡 真走到那一步 我根本不认为美国会 跟俄罗斯去通过疫情 他一定就放弃 所以说到底 俄罗斯战争就四句话总结 俄罗斯输不起 乌克兰赢不起 欧洲不会永远为乌克兰 或者美国火中取利 美国绝不会跟俄罗斯同归一净 所以这场战争没有悬念 俄罗斯他非要赢不可 普京为什么要攻投 在那四个地区 因为大家现在玩的是一场 确论者游戏 英文叫做chicken game 两个车对撞 谁先闪避 谁就先死亡 他攻投就是把这几个地方 就说就是俄罗斯的领土 你要进攻领土 不稀奇代价保卫 包括使用核武器 因为他在玩chicken game的时候 他把方向盘线绑住了 绑牢了 反正他是动不了 你就看谁让 他玩的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心理战 所谓的核威慑和恐怖 三个条件 第一你具有那个实力 他绝对有 7000美核战 第二 你有那个使用的决心 我想普京这个决心向他抢 第三 对手还要相信他有这个决心 我相信美国和西方也相信 所以现在核战的风险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谈 开始让笑话谈 对不对 现在越谈越真了 现在越多人在谈了 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可能发生 我们在这聊天的时候 不定哪一个核弹 已经掉在欧洲 一个无核国家了 他不会去打有核国家 我还记得我最近看到毛泽东的一个 没有发表的选机 就他和赫洛晓夫谈话 毛泽东当知道有了核弹 苏联又有了导弹 可以把核弹运载到任何地方的时候 他兴趣大了 在他计算 土耳其要几颗 大概土耳其当算的三颗吧 英国几颗 英国是九颗 英国整个就不存在了 毛很高兴 天天在那算个账 你便以为他不知道核武器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下决心一定要玩 要搞出中国的核武器来 英国在那个时候 60年代就是九颗 英国就整个可以不存在 像法国这种国家 你用一个就是沙皇尊级的 基本上一颗解决问题了 还是爱因斯坦那句话 在Princeton最后的年 大概53年54年的时候 别人问他 第三次大战怎么打 他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第四次怎么打 就用石头和棍子打 他是懂得核武器的人 他是发明了核武器的人 美国的原子弹 是在Princeton大学的高级研究所 设计的 理论设计 可信息方案在那成功的 是他去游说了 罗斯福要造原子弹 但真造出来了 他就再也没有控制了 他就是个科学家 所以他最后讲过 他对这件事情极其后悔 他不应该去从事这件事 我们离核战有多近 非常近 今天是现在是这个 2022年 古巴的导弹危机的60年 60年之前 这个美国的总统 包括当时的世界领导人 是努力的 避免了这场导弹危机 非常了不起 但是今天的 这个领导人 为了迎合这个显明的情绪 为了一种政治的正确 为了一种正义 让这个俄乌战争呢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尽量的 去走向这个谈判 走向这个和平 刚才军涛几位都讲了 就是 国际上 最大多数的国家是反对 俄罗斯 侵略乌克兰 因为这确确实实 是基于一个主权的一个完整 主权的这个权力 俄罗斯这个事情当然是 错误的是手握 但是不像军涛先生所讲的 这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得到好处 不是的 因为发展中国家 他们没有能力 他们也没有多少利益 让这个战争失控得到好处 因为发展中国国家现在 非常着急的 就是要解决贫困问题 非常着急的是 自己的生活要更大的改善 然后他们这些国家呢 在过去受了太多的欺负 自己的国家的不稳定 所以发展中国家 恰恰在欧乌战争中间保持的是冷静 理性 同时不是站在邪恶的这一边 但是西方国家 尤其是欧洲国家 丧失了基本上的自治权 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能力 也不知道自己的精良 贸然来动用 自己都无法承受的制裁 结果让欧洲自己陷入到一种经济的困境中间 当然民众的情绪是反对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一种共识 当然我看到 德国的前总统梅克 他在前天的南德意志报的 报警上面一个讲话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我要严肃地看待 普京的这种 这种话 使用核武器的话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为了威胁 那么第二句话就是说 欧洲的安全 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 这两句话 都是真正有洞察力 真正有责任心 所承担的 这个 历史责任的这么一个人的讲话 梅克也虽然下台了 他可以唱高调 对吧 唱高调是最廉价的 最盈利的 因为他可能不需要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普通一句 他确实冒着巨大的 政治不正确的风险 讲的这个话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我感觉到很 庆幸的一点是 美国的总统 现在开始恢复正常的判断 那么美国的总统 班农先生 在昨天的纽约的 一个会上就讲 我们要严肃的看待普京的讲话 这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 班农总统 有可能 至少没有他公开说 我不爬出跟普京见面 就是在 11月份的时候 后来的 这不是他随便讲的 因为白宫的发言人 也这么讲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 了不起的美国总统回来了 因为一个总统 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避免这个 国家的危险 就是要避免这个人类的灾难 欧洲没有能力 没有问题 但是美国有这个能力 美国更有这个责任 60年以前 肯尼的总统 都能够爬出那种危机 那今天更 不应该 让这个危机升级 额误的这种冲突 额误的这个问题 跟很多的国家的冲突 差不多 总是会产生 某一种冲突 你今天你侵略我 明天我侵略你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总是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了调整者的角色 监督者的角色 希望双方不要继续冲突下去 但是这次战争 我们非常的遗憾是两点 第一点是 这个 俄罗斯居然 这样的 这个光天化日之下 侵略了 一个主情国家 另一方面 很遗憾的是看到 西方的一些政客 太营活了 一种民众的情绪 让这个战争现在造成 不仅仅是 乌克兰 的人继续在流血 而且会造成了 现在的全球的经济在疫情之后的混乱 现在的 英国也好 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某些通货膨胀 不仅仅是疫情产生的 也是这个战争所产生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班农总统能够勇敢的承担 美国的一个总统的这么一个责任 能够跟普京去见面 尽快的商量一个 停火的协议 因为未来乌克兰的东部这些地方怎么去解决 要乌克兰的人民 让俄罗斯的人民 他们坐下来 进行这个协商 而不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站着任何一边 让大家继续缠斗下去 继续缠斗下去 21世纪了 战争不能解决问题 侵略战争 不能解决问题 把这个战争升级 也不能解决问题 至于杜金如月的这个被暗杀 美国是非常不满的 非常愤怒的 因为这种政治暗杀 不管以什么样的民意进行 那就打破了政治的基本的 安全的持续和边界 我们知道普京是一个暗杀的高手 我们之所以批评 这个俄罗斯的人权有问题 批评这个普京 就是经常发生暗杀的事件 现在在西方 现在在亚洲已经非常少的 对这个 不同政见者进行暗杀 杜金的女儿是一位 评论者 她的观点可能对 也可能错 但是她不是一个 战场上的战士 你采取这种暗杀的方式进行下去 暗杀就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们其实讲这些话 有时候我心里面是很 很难受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 有一些荒唐的事情发生在中国 文化大革命 反右 大要进 那种民族的狂热 使我们记忆犹新 但是今天 在这样一个 人类这么能够自由表达的地方 居然我们很多的言论都很难以自由的表达 他不是来自一个政府的压力 是来自一批暴民 这样一批暴民 他们就希望通过一种 暴力的恐吓 让真正的和平的声音很难发挥出来 你比如说马斯克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 你可以跟他去讨论 但是马斯克他居然遭受到了 这么多的攻击 机器人他前所未有的伤害他 甚至那个所谓的乌克兰的前驱德国大使 还叫他滚蛋 你就想一想马斯克为了帮助 这个乌克兰他付出多大的代价 有人说 仅仅是他因为他这些话 就被认为他应该是 俄罗斯的马斯克 还是乌克兰的马斯克 泽伦斯基贴出了这么一个贴 后来他很快删掉了 没有任何办法 战争升级是找不到出路的 不管是战术黑武器死一千人 死几千人 还是把纽约这样的人全部死掉 这都是不应该发生 因为一旦突破了这个红线 你今天使用战术黑武器当量比较小 明天你可能就用得更大 所以战争没有出路 只有一个谈判 只有面对这些问题 双方找到可能性的共识 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 俄乌战争不能再演变成为一个以色列 俄乌战争也不能演变成为一个叙利亚 啊 啊那个军涛有话要说 对我觉得后来这个盛平和和平的讨论都吵到战略核武器 我觉得在那个普京在开战之前炫耀战 真的的声音好像完全不行了 在想到如果因为他不认为能挡住他 其实还主要是 我觉得他实际上呢 他主要还是在讲的是这个普京还当时讲的如果要是这个 这个西方军队参战的话 北约参战的话 那么如果北约不参战 仅仅乌克兰军队的话 不存在一个战术 而且乌克兰军队也不会把战争进行到俄罗斯境内去 所以在这个就是偷袭一些这个不击点呢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在战术核武器这个程度上讨论问题 那这个至于说其他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是在这里能讨论 这里牵扯因素就太多了 不过呢我还是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从这个发展农国家普遍心态 或者无核国家普遍心态来看 谁使用了核武器 谁就犯了他们一个大忌 应该会觉得这个国际世界对他们更不安全了 强权的国家将会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方式 迫使他们去屈服于他们 对就是说不要说是这个 不要说是这个无核国家 就是有核的国家 都是不能够引用使用核武器的 所以如果一旦这个红线 突不出来 那我们就真的准备 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是会失控的 时间有限了 核武战争还在进行是我们继续会关注 他的未来发展 不过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